hello大家好 最近去了一次成都 主要是为了去参加成都的hotelix酒店展 同时想再去探一探成都的咖啡店 所以说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去完之后的感受 不去不知道 去了之后就感觉现在成都的小的咖啡馆让我大受震撼 去成都的第一天就先去了毕岛的咖啡店 我看到毕岛第一眼我就惊了 我说成都这么养人吗 这才多久不见都已经长发急腰了 我是一大早来到毕岛店 所以说就在毕岛店铺的外边 他的开店的合伙人给我们叫了一个成都的早餐 我们吃了吃 这是到成都这个第一顿早餐啊 你看是不是有点硬伙伴们啊 红油超手 加上一个美式 我这个应该看起来辣 但是它实际应该是不辣的 卧靠绝了 好吃 第一站呢就来到了毕岛的大杯店 哇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啊这边对吧 对其实门口的话这边宽 是比较宽敞的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是直接能看到这里是一个咖啡店的 一下子把周边的调性拔高了 这个车子你看我把我在上海骑了三年的车子 把它搬回来放在门口 然后在成都也平时也骑一骑 然后门口是我们自己种的一些那个花坛什么的 我们咖啡店的那个层高会比较高 然后上面它是把那个墙给它铲掉过后 然后敷了一层那个清漆 所以看起来是有点那种工业的感觉 然后这个门我们当时也是想让它更通透一点嘛 然后设计的比较高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社区店的那个概念为主 都是周边的客人 然后他们每次来他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咖啡 然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这个是我们用的茉莉冷脆茶加牛奶 所以看起来比较清爽的 对 这个是比较夏天一点气泡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煤煤 derky 对因为今年比较火嘛 成都比较本地比较火的那个草煤 derky 现场做一杯客人来了 原味的吗 原味 啊好的好的 derky呢我会加一点那个黄油乳打底 它会提升它的那个咖啡 咖啡那个醇厚感 他连吃了 用20克的咖啡豆 必须用无底手柄 对无底手柄能体现它那个压粉的一个均匀度嘛 如果说 用无底手柄做derky的话油脂爆成的也更多 对会更多 然后压的话我稍微挤一挤 我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嘛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压粉的时候 大概有个自己的肌肉记忆 你看这个油脂就飘得很好 23到25左右 然后它这样油脂的话就会保留的会更好一点 喝的话第一口要喝大口一点 喝到下面一点 它的那个香气会更饱满 然后每一口的层次感会好一些 不客气 毕岛在这个经营的这快一年的过程中感觉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享受开店这个过程去分享 去做我喜欢的咖啡 而且我在做咖啡这个过程中 然后我会沉浸式去感受咖啡的这个制作 能给我带来一种心流的体验 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说刚才就是我和你做的咖啡 哇真的是比我自己在上海做的要甜 真的很甜 对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在毕岛店铺里边我也点了一杯美式 他们出品美式咖啡都是用我们的硅硅牛 中度烘焙的硅下品配 我发现他们出品的咖啡 跟我在上海做这支豆子的味道相差还是蛮大的 它喝起来要比我自己在上海果汁感和甜感明显的多 所以后边我思考了一下 可能是跟澎都的天气的湿度以及水质这些有差别 那总之呢就是在毕岛店铺里面 它的空间设计也非常好 非常的放松 那如果大家到成都去啊可以去做一做 OK 哎呀嗓子都没打开 咖啡豆要送给毕岛一件 可以谢谢谢谢 这咖啡豆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一个是硅下的SOE 嗯这两个呢其实都更适合做成义饰了 这个很好喝 这个毕岛的SOE其实其实很不错 对这个是 做手冲都很好喝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 所以说就是可以在店里边你自己做一做 分享一下 对啊分享一下 对对 因为我平时出也会出这个 来毕岛店铺里边 然后呢让毕岛给你们做做喝喝看 欢迎大家来WOW咖啡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两碗这个加两点水 多少钱 35 40 52 52 52 这个价格消费水平在成都是属于什么水平 就是差不多 因为它这个肉比较丰富 肉多对吧 肉多 你如果只是吃一碗面可能就15块钱 嗯 可能三四十啊 面这种 它这个肉很鲜 很鲜 嗯 做的 那接下来呢毕岛还带我们去了一下川大旁边的一家 叫馒头咖啡 那据说呢在周边的口碑非常好 那这家店铺的老板呢也是之前在上海咖啡店工作了之后 回到成都开这家店 那这个店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社区感 走到店铺门口你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味道的店铺 你看它这个美式20块钱 我觉得这就是成都特色吧 咖啡店外边都有这种外摆 这位是上海回来的咖啡师 原来在西藏 哈哈哈 应该有人认识哦 哈哈 我们人认识的 对啊 来到馒头就要喝一个经典的一些奶咖 嗯 奥白啊 嗯 还有他们的一些手冲 嗯 手冲他们豆子都是选的比较好的 嗯 我来的话一般会喜欢喝它的那个浅红的美食和奥白 哦 我来一个宾美食 奥里边的宾配 好 来 我就喝冷脆了 来 坐一下 哦 三种不朋友的处理法的 日盆埃塞加肯尼亚 然后再加上一碗大鲁齐的豆子 这就是偏一个美国调 更闯口味道 莫美度也比较深 你看就咖啡颜色就能看 感觉要咖啡豆子 这个是提前一天做 就要把它弄好 他们店铺里面那个小布丁 真的很不错 跟咖啡搭在一起 相当赞 那不少人呢也推荐去一下陋氏这家店 于是呢我就去体验了一下 去了之后才发现成都最近这两年开的店铺 真的是老板们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的独特 店铺从菜单设计硬装软装 无一例外都是用融入了自己手工DIY的元素 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把自己的爱好和咖啡这个结合在一起融入到店铺里边 这边在打牌 就是做了一个搭配 比如说我们写作的人他要抽烟啊 比如说咖啡喝酒 我们就会有一些烟幕做的蒸流水 做一些烟熏的味道 然后我们说比如舞蹈家 小小大热情啊 轻敏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热带的 烟熏的去做一些烟熏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一季的思路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绘画的人 他肯定是 这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指令 你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用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藏香的喷雾 就是可以文一下 这样 我那一点椰子香 有椰子 对 就是它都是那种比较柔和的烟味 然后我们用这个藏香去作为灵感 然后呢在里面用了三个发酵的产物 就是我们这些菜单其实是跟时间相关 那里面呢用了艳阳的艾塞的日晒的豆子 然后呢用了拖纯的白葡萄酒 就把白葡萄酒去把酒精除掉 然后又加了蓝莓的发酵液 把蓝莓打碎跟披萨草 去一起进行四天左右的发酵 最后进行融合过滤 然后呢再加入一些绿豆蔻的这种香料的味道 所以你入口是藏香 然后咖啡 然后后面是蓝莓最后是香料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饮料 我喝的第一口香料的感觉还是蛮重的 蛮明显的 因为香料是气烈感比较强的 然后这个梅林为什么我们说是跟咖啡相关的呢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们两年前做的产品 然后我们这两年一直觉得可以把它做一款啤酒 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同样宏味的啤酒 就是这个 这个我喝完就是我觉得它的双合莓果的味道 那点很明显 然后我喝起来感觉有点像是用冷碎 你们应该是把Espresso给它过滤了吧 对 就是因为巴西的豆都是深红杯 然后深红杯加进去以后会肯定是如果不过滤的话会有一点点的那种不说杂感吧 就是干净度会差一些 粗杂度 粗杂度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肯定是 就是退完了浓缩以后 然后把它破滤一点 然后再加进去 就你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就是我们找了酿酒师 也是一个成都本地的直接酿酒师 然后我们给他提供材料 然后他去帮我们去酿造 这样 他自己在成都也有点 然后也有超红酒 就是这样一咖多喝 很特别的 嗯 一咖多喝 这设计还应该挺忙的 因为很多爱好者 对 昨天有一个客人背个包10点钟就进来了 我说你是不是刚从展会出来了 他说对 不认为你们喝 对 那跟鞋儿 我记得到说 我们制作正通过 你在干嘛 我没吃过 就是把天机管改了 天机管改了 然后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联动的装置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按 然后底下做了一个电子计时 然后对 然后这种老式的 他自己蹦都在下面 然后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之前拿这个鞋出展柜 就觉得单独拿它太麻烦了 把它焊到了上面 这样的话我们一抬就走了 嗯 对 然后做了一些造型 我简单 简单我给你开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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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的最大 嗯 哇 确实 嗯 你们店铺里边真的一个手工东西蛮多的 是 感觉是手工感 现实版的 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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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有4000人 我都不知道谁是4000人 最后我去了成都的大园 它离市中心有点远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让我想起来了 像是浦东的前摊 只不过它是一个mini版的 它是一个下沉的广场 我去了两家店 一家是UID 另外一家是叫门店 那这个地方啊 也吸引了不少成都的年轻人去打卡 菜单的话 这边是有几个是dirty 然后呢 我点了一个黄油dirty 另外两杯美式 冰美式 通常dirty都是用透明杯嘛 对吧 但是它这个dirty用的是陶瓷呗 它这个杯子有点大 这个杯子 这个dirty你看 就只是能看到它表面上的这一层 是喝一下喝一下 那它就是加了冰伯克的黄油牛乳吗 对 不过喝起来 如果甜度拉下去 嗯 喝起来比较甜这种 不过还是可以的 挺爽口的 三口 你看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口见底了 可以这个杯子 确实是颜值顶高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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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觉得像成都的话 你在那些咖啡店里边 他们的出品 他们的整个咖啡馆的设计 装修等等 各个方面的这种综合水平 我觉得一点都不输于在上海 这是一个dirty 抹茶口感的这个dirty 两点钟过后 都出卖出来了 有时候是那种就是一拨一拨的 可能两点之前店里没有几桌 然后两点半可能来个四五桌 然后二十分钟做卖 对,其实装修整个前景互布花了大半年,一年吧 就其实还拉得蛮久的 因为最开始这一块其实还挺荒凉的 最早只有面包会有的那一家 然后后面陆陆续续才是这边几家开业了 因为最早还是偏美式复古一些 但美式复古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 迷的衣食住行 然后也是可能老板机缘巧合通到了 现在我们咖啡的品控技术层间 对,然后才有了UID咖啡 这边二点 然后二点的话元素更多一些 像其实里面天花板那种比较普遍的元素 对,带一点点 带国际象棋的元素是吧 对,带一点点那种落可可 就是比较花艺 在成都的这几天里真的让人非常的松弛 就不管是在市中心还是在郊区 我发现年轻人的比例非常高 整个城市非常年轻化 吃喝玩乐的地方还很多 各种有个性的小馆子层出不穷 我也打听了一些咖啡馆的房租 一个月几千块钱开一个小店 咖啡的价格呢 整体会比上海贵物到十块钱 那出备量虽然说平均少了一些 但是整体的成本要低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感觉像成都的这些小馆子 它相比上海的这种创意程度花样上要更多一些 因为他们的成本更低 我都感觉这个成都的这个卖榴莲的都有这个唱rap的感觉了 我去 夜生活就更不用多说了 就是最后一天晚上到东郊际 我本来想整杯咖啡喝的 结果咖啡店关门了 就直接被朋友拉去喝酒了 你看这场面还是成都人更会玩 好 好